我在Costco 從來沒有達成我進門之前的目標 對 不是 我發誓這一次去 絕不買超過三千塊 不超過三千對不對 一條鮭魚就幹掉了 鮭魚就一千九 一千九 整個水電出來都是四五千塊 我每次為了省錢 一次買足有沒有 我在那邊都沒有省到錢 請溫度調低 快速降溫 會比較省電嗎 這裡的話呢 我覺得是對的喔 因為呢 之前第一次 自己搬出來住之後呢 從來沒有交過水電費 那時候夏天呢 就是回家先把冷氣開到 自己覺得不會太冷的溫度 然後呢 就這樣讓它慢慢涼 慢慢涼開一整天 結果之後一整個月下來 電費超貴耶 我自己真的嚇爆 之後去問別人之後呢 才知道說原來一回家呢 先把冷氣的溫度調涼一點 趕快涼下來之後呢 反而早點把冷氣關掉 這樣更省電 但是錯的 因為冷氣的溫度越低會越耗電 如果一開始就把溫度調那麼低 冷氣都還沒開始暖身熱起來 這樣會加重冷氣的負擔 無形中它會更耗電 像我爸爸回到家習慣 把冷氣開最冷 我看到了馬上罵他 然後把溫度調高 相信我這樣真的不會比較省電 好 來 是對還是不對 是圈還是差 請舉牌 這樣 你有拿第三機算過嗎 這個比較難算 因為這個是 這個 你覺得不會 這個要問一下冷氣機嗎 你覺得不會 因為我是覺得你把它調越低有沒有 它要工作到那麼低就會 在過程中就會比較耗電 很累 你不懂不懂 一次調到低是中間 一定要做有效的事情 冷氣機就是要來給我們冷氣的 所以就是要把溫度降低 對啊 它才是冷氣機的效果 你沒有要那麼低 你調那麼低幹嘛 我就是要這麼低 我真是怕熱啊 你那麼低就會比較久 就比較耗電 不會 因為這樣子調低一點 所以才會比較快的降溫 這是科學 這是數學 沒錯 不是吧 你有問過冷氣機本人嗎 我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好像是一懂數學 但不見得懂科學 是...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之前有聽過冷氣專家講過 冷氣的溫度就是不要一直調上 調低 調高調來調去 你月條就會浪費電 沒錯 反而會浪費電 所以你一開始就讓它 盡量保持在恆溫的狀態 比較不會浪費電 OK 薇薇呢 我覺得就是 它會到浪費電 是因為你一直開關開關 它在一開的那個當下 冷氣的那個度數就會飆很快 所以那個才會浪費到電 那如果你一開始本來 你就是差不多室溫 23度或22度 涼一點可能2122 其實你這樣下去 像我們家也都是這樣 我覺得電費也沒有特別貴 對 還是電費對你們家不構成問題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你們有在關心這個是 湘琳你搞過浮飾電了 浮飾就是 浮飾就是 很重視這種省電的事情 一般大家嘗試 不是溫差越大越耗電嗎 所以如果一下子調那麼低 肯定是比較耗電的 而且我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開冷氣的時候 不要調太低 然後搭配電風扇會更省電 來 專家的答案是 對 先把溫度調最低 其實這一題 還不是我說了算 我們還真的去查了 台電的資料 那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大文其實剛剛通通都講 對 真的 真的 這意思是怎樣 我還冷氣的時候 它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壓縮機 那我們一開始呢 就是溫度比較低的時候 壓縮機它就會比較強而有力的去運作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溫度沒有那麼低 那壓縮機它就一直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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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作 所以它時間會拉比較長 所以反而呢 你會浪費比較多的電 那只是說到底一開始是要 18度還是20度 這個部分其實台電沒有給一個標準單 但後面要很溫的話 大概就是 二十六度會是一個比較適合 比較不會浪費電的一個情況 但前面會建議大家 你一開始不要就是開二十五度啊 二十六度 你前面要更冷一點 這樣你的壓縮機才會省到點 就是不要讓壓縮機 壓縮機持續在工作 而是前面工作 但是它中間後面它就可以休息 稍微喘一口氣 OK 果然懂數學的人未必懂科學 沒有 它的噴 好涼喔 你不用幫我服務 這題要問一下 家裡的日用品用完的時候 再一次去補貨比較省嗎 缺什麼買什麼就好了 來 我們來聽聽KOL的想法 家裡的日用品用完一次去補貨比較省嗎 我覺得對耶 因為開車過去的話就要有錢 停車越來越停車費 如果是經常這樣去買的話呢 就是又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我是等那些日常用品用完了 一次過再去買 這樣我覺得 比較節省時間跟節省錢 我覺得這題是錯的 身為一個職業的家庭主婦 我們整空的家裡大大小小每一項東西 如果一個東西我們用完 然後我們一次去補貨一年份 我就會順便想買 這個你想買這個你想買 我就會算不準那個數量 所以我自己個人都是 這一罐馬桶清潔劑用完了 剩一咪咪 我就說好 我明天要去全全買一罐 就買一罐就好 就買一罐就好 因為我覺得一次大量購買 並不會比較省錢 還會讓我多花很多錢 好 一次補貨比較省錢 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我覺得這 我看一下你的答案 來 請舉牌 我覺得這一題不是數學 也不是科學 這是人性 對 沒錯 這是心理學 你們這些人真的要不得 你知道嗎 怎麼 真的一樣 你們三個真的是很要不得 為什麼 怎麼可以一次補貨 需要多少我們就用多少 不要假的 你這樣跟騎馬有什麼兩樣 跟你的論點不一樣 可是跟省不省錢 有什麼觀念 因為你一次去買很多 對不對 你一次買很多 然後你就不小心就是賣很多 放到家裡面 而且搞不好會有那種 過期用不完然後浪費掉的 我騎馬就這樣 他每次去買很多 你一直是想罵騎馬 你用一個擺個彎 到家裡面不只冰箱的 或者甚至倉庫的 很多東西都是 他一次買很多回來 連用都沒用過 放到壞掉 放到過期丟掉的 那你也是這麼覺得嗎 你在日常生活中 其實隨便眼睛一瞥 都會看到商店在特價 你覺得價格不錯的時候 你就把它買進來 平常就是一點一點的收集 我來逢低買進 我聽得懂 對 他的意思是說你不要一次去 你一次去搞不好你要的東西 沒有再打折 可是一次補足就是因為去大賣場 他常常都會有什麼買三送一 對 然後什麼買兩瓶呢 第二季 我們剛才前面 我們剛才前面錄的那些 你還不知道陷阱在哪裡 你還在那邊買三送一 我孩子 我真的不能教我孩子 我覺得這也是那樣的概念 湘琳呢 我的觀念是說 如果一次補齊 我就可以去那種 比較大型的商場 像Costco 他的單價本來就會比較便宜 可是如果我臨時要補貨 可能去Seven去全聯 那單價本來就比較高 對 好啦 你覺得呢 我在Costco 從來沒有達成我進門之前的目標 對 可是我發誓這一次去 絕不買超過三千塊 對 然後一進去 哇靠 今天有鮭魚牌喔 對 對 鮭魚飛力喔 對 你知道鮭魚現在真的是通膨耶 很貴 以前那個鮭魚 一千二就有 我上個 上上禮拜才去買 那一排現在一千九耶 對 超貴的 我剛才發誓怎樣 不超過三千 對不對 一條鮭魚就幹掉 鮭魚就一千九 一千九 每天都出來都是四五千塊 我就是要去買那個衛生紙啊 那個什麼廚房用紙 抽取式的那些 對啊 我每次為了省錢 一次買足有沒有 我在那邊都沒有省到錢 我就會鮭鮭鮭的那個 置物瓶有沒有 對不對 鮭鮭鮭鮭那種有沒有 各種新的啊 那個就鮭鮭 然後她呢 過年前就有一集 介紹了那個清潔劑 是非常棒 可以防那個 防那個發霉的那個 那個鮭鮭鮭的發霉 那很棒耶 然後呢 她就說多好用就多好用 那我就說 那你貼給我看一下這樣 他就真的只有貼給我 他其實知道我地址喔 但他只有貼給我圖片 然後呢 我就要想辦法 而且他那個呢 還是... 因為我也要去大賣場買 沒有沒有 大賣場買不到 對 那個要特殊的 要特殊的那種什麼 勝利百貨那種的 然後呢 我一看到 因為一排他藏在最裡面 我一看到我就買了 然後我說 可是怎麼沒有那個噴槍 他說 那個證貨沒有 你買的這個叫補充包 那我說 那我沒有那個噴的啊 他說 那你等一下等下禮拜 會有證貨進來 你再來買 所以我又再去一趟 又再買 對 去一趟又不是只有買那兩瓶 你知道嗎 真的 你總覺得應該直接送我 我不要花那麼多錢啊 沒有... 我知道這個可以 那我家的也用完了 對啊 可是你有用嗎 好用 是真的厲害 一般那個家裡面是你講 大家完全拿他沒辦法 等一下分享一下 後來一氣之下請那個師傅 慘掉重弄 對不對 現在有了那個法寶以後 而且一定要是日文字的 日文字的 好啦 來